大家好,我是雪梨,今天我们来看小胡阿吻所写的《三生三世》枕上书同人作品《东华凤九的宁英言》第十四章 少泽独自一人泡在圣泽宫里的温泉水,执一壶糖花酿清真浅浊,寥寥烟雾中,她的面容有几分模糊,唯一一双透亮的眼眸甚是清晰 不知想到什么,她呼得笑了,从泉州起身,披了一袍就走出宫外 九重天上,东华一手执黑子,一手执白子,在自顾自的下棋,见到少泽时并没有和意外的人情 少泽总共又盼了几圈,才找个舒坦的位置坐下 你心中倒是好,怎不见清晴的那只小狐狸 东华眼眸微微一抬,放下手中白子,她回清秋了 少泽瞅着她打亮了几眼,嘖嘖祈祷,那小狐狸也不知怎么看走得远,惊挑了你这么个不及风气闹石头 东华只烧抬头看她一眼,拳脚微勾,并没有说话 阿恒蹬了茶进来,飞快地抬眸看了眼东华 一杯放在她跟前,另一杯地语少泽 只是递了片刻,却不见她来接,不由得不解地抬眼去看她 只见她某眼深深地盯着自己 她心中疑惑,面上却显得镇静 只将茶轻轻放在桌上,就垂头退去了店外守着 少泽若有所思地盯了她片刻,才正回头蹬了茶 太人自热地面笑东华 你前些时去了昆仑须 东华诞声道,不错 少泽乐意思索,问道 莫愿可有去探查过 见东华并不答她 转命一想,语气甚是笃地说道 看来她果然是不再无妄害了 东华魔中闪过一抹绿色 那又如何 如今的她,已不再是当初的她 少泽想起昔日与内人有过锦面之缘 也曾说过她的典会,一时间也是漠然无语 店外传来熙熙攘攘的喧哗声 东华淡淡地扫了一眼,眉头青醋 何人在吵 阿恒缓缓走近,垂眸回道 是天后娘娘宫中的奶奶 阿恒见帝君有事在谈 所以拦着没让进来 东华神色清冷地瞥她一眼,带她进来 奶奶走了进来,心中虽有不愤 但毕竟得白浅教导多年,知道轻重缓急 事宜并不计较,只跪下对东华行了拜礼 方才说道 天后娘娘请奴婢带了话来 当时帝君虽然一向喜好亲近 但这次怎么说也是大喜事 所以宫中还是装扮一下 准备起来 娘娘还说 唐若帝君不耐这些俗事 也可吩咐交给奴婢上下打点 东华呼得响起反间令吉时 她内折玉色云贵折之堆花如群 外衬欠红促金雨沙弥长衣 三千青丝挽起,两侧各垂一股脚筋流苏 自房中一步步缓缓走出 眼蘑菇派榴莲间是流光溢彩 红尘微样间竟是轻起笑意 她的唇角微扬,寒手道 是得好好准备,不能委屈了她 那就多谢天后娘娘美意了 娜娜退下后 东华让阿恒引领了太成功 微微瞧了眼邵泽 你还有何事? 少子一副懒洋洋的模样 本想与你再过几招 不过瞧你这一副肆意的模样 我还是改日再来吧 她站起身,背对东华挥了挥手 就换我一股冤出了宫门 阿恒正走在驱往紫薇宫道路上 身前却拖得有人显了身形拦住她 她乍惊下一看 原来是方才太成功中东华帝君的座上宾客 能在帝君跟前随意忘形的 想必也不是普通神仙 她半蹲着行了个礼 这物心上 本尊名唤少泽 少泽淡淡地打断了她 原来她就是九重天的八卦中 与青青女金白凤九有些不清不楚的人啊 阿恒垂下双眸 心中魏帝君感到略有不值 阿恒拜见少泽先尊 少泽看着她不知为何 明明就在眼前 可她却觉得离了她很远 远到眼前之人的面容都有些模糊 你 为何会在她的宫中 阿恒愣了片刻才明白 那个她原是指东华帝君 她的双脚染上一抹不自然的飞红 帝君对阿恒有授业之恩 阿恒侍奉帝君也是情理之中 情理之中 明明指四个字 少泽去念得极其缓慢 她盯着阿恒的眼睛 你喜欢她 阿恒一惊 有种心事被看穿的不安 却又有种莫名的羞涩 她垂下头避免她深沉的目光 仙尊说笑了 帝君是何等风姿 阿恒怎敢生出龌龊的心思 龌龊 少泽却轻轻笑了 笑得有几分悲怅 喜欢一个人是不应被身份给束缚的 卑微也好高尚一巴 唯有真情不被辜负 你可曾记得这句话 阿恒头一次听到这种道理 不由得微微一愣 心思似乎仍沉在这句话中 听她问话微微摇头 未曾 又略略有几分疑惑 先尊为何问我是否记得此话 难道先尊曾经认识阿恒 少泽谋中的痛苦一闪而过 她没有回答她 却紧接着问道 你似乎很不愿东华取青秋那只小狐狸 阿恒心中暗惊 她一向决道 纵然凤九拥有四海八荒的角色面容 可无论是性情还是难力 都不足以与帝君匹配 只是此时 她回过神 阿恒不敢 少泽拧视了她半晌 方才说道 去吧 见她走了几步又喊道 等到 阿恒疑惑地转回身 先尊还有何事吩咐 少泽稍稍靠近她 从怀中取出一只谷笛地到她手中 这个你说着 若是日后有危险 只需轻轻欲吹 本尊便能赶来 阿恒看着手中的谷笛 又看看她 纳闷道 先尊为何对阿恒 她没有说完 少泽却听懂了她的心思 她一双眼眸望向极远之处 神思也有些茫然 本尊有个故人 与你有几分相似 本尊曾欠她许多 只是如今再寻她不见 抱与你 也是一样的 阿恒也不愧为心思通透的言才 只这一句 她却略有猜测 敢问先尊寻的人 是否与阿恒有些关系 少泽却不再答她 眼眸微微一闭 就闪身消失不见了 阿恒看了看她离去的方向 又看了看手中谷笛 也缓缓走去的紫薇宫中 少泽回到圣泽宫中 将围上来服侍的美人一众赶走 独自一人坐在石塔上朝口中灌酒 天色一纷纷暗下来 地上摆满一地酒壶 她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 又忘了今夕何夕 似乎还是很久远的岁月 彼氏她化身名为银泽的男子 去凡箭游历 只应听说凡是皇宫里藏的神箭昆吾 据说此箭虚铁如泥 无箭不摧 她多次败在沧河箭下 不由得起了兴趣 想到了出来去与东华比试比试 看看究竟是苍恒厉害 还是神箭昆吾更胜一分 只是身处混世 空有一身术法而无法开展半分 只得装了个科考的穷小子 去接近皇宫 机缘巧合下 遇见十位地基的恒公主 得她爱慕 有了失入皇宫的机会 她顺利取得昆吾箭 原以为能抽身而出 实料情之一字 不知所起 也无法甚终 最终她辜负了她许多 她离开后 公主留下一眼 生生世世 永不复见 便夜把大火自焚其中 只是这把大火 不仅仅烧进宫殿 也烧死了许多百姓 因着这些生灵的无辜枉死 而生出众多怨念 使公主遭受天谴 永生永世 遭人遗弃 无法受人真爱 而这一切 本是由她所起 她痛哭自责 却又无法挽回 后来再次输给东华后 被罚去极北之地 去守蛮荒出口 她也无二话就去了 只是她自己都不清楚 究竟是为了逃避 还是为了自成 几十万年的岁月 恍恍而过 她原以为早已淡忘 可那日九重天上 遇见那只小狐狸 她眸中绝望而执着的神色 竟然让她恍然意气 当初有那么一段时光 也曾有人深深地爱慕着自己 倒计最后一滴酒 她努力地去回想 当初黄公主的面容 可是想了许久 总是一片模糊 而到最后却逐渐地清晰 她仿佛看见一张 时而伤情憔悴 时而傻乎乎 又带了些警惕的角色容颜 少泽自己也不由地 微微愣了呢 青秋狐狸洞中了 凤九仍浮在桌岸上 用她不慎精湛的画意 记录着与东华相识以来的 一幕幕画面 数千年前的她已画完 再次经历当初 一切的苦涩都化作 惊艳的甜蜜 以后她会与她 一直快乐下去吧 少少见她又在傻笑 不由地响声问道 君上 你是不是在想帝君呀 凤九面色微红 双眸含着柔弱群水的笑语 看着笔下紫衣仙鱼 微微出神 少少见她不说话 不由地无嘴偷笑 半晌后 她掰了手指算了算 才笑道 君上 今日已是四月二十七 再过八日 您就要嫁给帝君了呢 凤九稍稍惊醒 只剩八日了吗 我还当 还要许久许久 少少见她神色 有些疑惑问道 君上不是日日都盼着早些嫁与帝君吗 为何此刻进局的时日短了 凤九从装霞中取出那只小胡凤钗 轻轻抚摸着 才说道 我曾说 备了嫁妆等帝君 可如今日子都快了 嫁妆却还未成 可是 北荒君上不是给女君准备了许多吗 少少微有不解地问她 凤九素如凝脂的脸颊上 如染了飞红的晚霞 低声咪喃道 那怎样呢 这一章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赶紧点赞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天天有堂客 我是雪梨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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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